好了,回来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 首先多谢Patrick Wong和Robotix 还有就是回应一下Cam St.Lo说的事情 香港有些行家报工商说自己在商残放 但是政府那里有拿商残津贴 但是自己有做装修赚钱,其实有这些人 其实在外国就会查这些人 为什么会查呢?因为他有方法 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方法查 这些人应该是要查的 老实说,在Facebook那些 政府要查不是很难的事 之前我们这里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就是欺骗工商 接着在Facebook那里看到他没事的 这些人当然是傻子,接着就告他 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政府应不应该做些事情 有些人就出来说一说,政府没有资源做 老实说,如果你有资源请一个政策组 那怎么会没有资源请其他有需要做的事情呢? 对不对?就是你 只是说没有人手不查,这个真的说不通 还有还有一件事,别人提出了意见 接着就强行叫自己下面的员工做多些事情 但是又不加人手 现在我就说一件事,就是我们收到消息的 就是说,某个政府部门现在就会查多些 某一件事,因为扩求那件事出来 某一个政府部门有些事情会查多些 查多些就没有家人 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结果有部分人就有开工没有收工 其实也是不行的 有些事情是很不妥的 某个人说,很难学怀疑 现在的人很喜欢找漏洞拿着数 完全不怕犯法 骗到就加上其他人 有部分人是会这样的 加加一说不玩FB就可以门天过海 其实也不是 有办法查到的 其实如果要查,怎么会没办法查? 骗福利的人 其实有些事情根本... 不好意思,我也不想说 根本是应该严厉一点去查 我认为是 有些事情根本是应该严厉一点去查 好了 Lovadoggle就说 内地南教路 连卡百元就可以游迪士尼 你租连卡给人的那些人 又是把那套信任机制破坏了 你把那套信任机制破坏了 其实到最后 我就告诉大家 整套信任机制是不成功的 有些事情是要大家有信任的 结果如果你申请连卡 然后每个人都要拍照 还要有身份证才可以进去 结果有连卡的人都很麻烦 其实就是很麻烦 现在是很难受 好了 回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现在说瑞讯的危机 其实瑞讯的危机就是一个信字 因为前几天 他们的高管出来说 他们个个都说自己没事的 银行绝对不用人帮 处理倒自己的问题 不需要监管机构帮忙 结果昨晚他出来说 他就说 会在瑞士的央行借钱 买部分的债 整理好那盘数 让投资者没有那么担心 瑞讯就是2008年 金融危机以来 第一间要央行补贴的大型银行 你看到这件事 你一直都说是没事的 你之前的Oltridge Corner 那个CE出来说 说自己没事的 然后他自己就说 不是啊 现在我们这个 这么坚决的决定 告诉大家 瑞讯一定会坚持做改革的 他有一个战略转型 或者战略改革 他是做这件事的 那他就说 这个Oltridge Corner 他就说 我会和我的团队 有决心地向前迈进 那他就做一间 比较简单一些 专注在客户身上的银行 这间银行 那现在是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他们的问题 是不是很大 他一直都有问题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说瑞讯是有问题的 那他们又想了一个方法 去做一个战略 就是改革和转型 就是他在内部也会做这件事 那么 之前 当然了 这个直谷银行 倒闭的影响 那些人又回到瑞讯来说 那么 引发了一件事 就是对 欧洲整个银行业 都是有担忧的 那接着 当然还有一件事 就是金融市场 也是怕震过猫王 就是欧洲股市 之前是震到PK的 那瑞讯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根据现在的贷款安排 和短期流动性安排 就是借了540亿美元 那就会买回 32亿美元的债务 所以他说 买回的债务是主要原因 那其实你看看就不是 就是看上来就 因为之前 瑞讯他承认了什么呢 就是他的财报那里有些东西有问题 这个财报有问题的那些东西 其实这件事是2022年的事 那当然瑞讯 有些人就说 他现在搞到瑞士的羞恥 现在有些瑞士人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瑞讯搞到这样 就令到外人对瑞士 就没什么信心 那其实是不是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 现在英伦银行 他都和其他的央行是有开会的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看瑞讯 其实有没有问题 那些央行其实认为是不是 瑞讯是完全没有问题呢 他们都不敢说 他们现在都在研究究竟瑞讯的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东西 那之前令瑞讯股价暴跌 就是因为沙特国家银行 SNB他出来说 他就说因为监管原因 他们就不会再投到那些钱去瑞讯 那些人当然当时很担忧 那你现在看着瑞讯有没有事 那么我认为瑞讯呢 就应该问题就不是很大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认为瑞讯不是很大的 但是当然有些人的看法不是 有些人认为瑞讯的问题 就可以蔓延到变成很大的问题 那么 那 那个问题就是瑞讯 某程度上就是跟那些制裁 和那些透明度的问题是有关的 因为瑞士那些银行 以前就只有个红号 就没有人的身份在那里 你找个人头去开的话 就开到有个红号 那他们就不知道谁打谁 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之前也要改发规 就是瑞士银行户口 那些那些 瑞讯是瑞士其中一家银行 但是他们也要提升他们的透明度 因为如果他们不提升那个透明度 其实就是 美国又会有大招去搞他们 那就是说这次瑞讯出事 是不是美国搞 就是有些人有阴谋论说是美国搞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 如果一个地方 就是你去开个银行户口 只有红号的身份就没有人查得到 就是银行都未必知道的 就是那时候他们的说法就是 你开了个户口 就是银行就认个户口的红号 就不认你个人的 就是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 但是当然瑞士他们有 改变了 有些事情就是 尤其是当你牵涉到制裁某些国家 当你牵涉到制裁某些国家 你那个人的身份就很重要 那好了 那 这些就是瑞士人比较老实可靠 其实就不是了 因为财务报告的控制有弱点 其实不只是弱点这么简单 其实根本 有些人就直接分析过 根本这件事 在其他的银行是不会出现的 就是有人就分析过 他们当然是英国人的角度去说 就在英国的银行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他是这样说的 究竟是不是 我当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但是 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瑞信他一直都在说 说自己没有问题 还有他搞了上年十月的时候 说了一个计划可以赚钱的 由蚀钱转赚钱 裁员九千人 还有就是管理客户的财产 还有瑞信的投行 投行部分也都会拆出来 就是他们已经是 就是有了计划去做的了 一直说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可以办的了 可以搞得办 那结果 现在就是结果又要问 就是央行拿 就是lifeline 这个就是生命线 这样说的 所以那些人有没有信心 那其实 现在没有信心是正常的 我也要说 哈哈哈哈 那 这个 这个 扎眼师生就说 瑞士不是出名的 黑金会集地 那其实 因为他的身份 变色不容易 就是那个银行 和那个人的连结 就是譬如你在一个银行户口 那里 你要找回那个人出来 找到那个银行户口 有问题 你要找回那个人出来 之前在瑞士 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现在不同了 现在有些东西做得到 现在就做得到 那 那 那 汪奴就说 瑞士其实本身很alcon 后来就立法可以做中立的保密银行 所以二战的时候 很多资金涌入瑞士 令到他一招呼起来 那瑞士是不是一直都很穷 那我就不敢说 这个我不敢说 那 中立和保密就是 真的 这个 那些人 为什么会扔钱下去 就是最主要就是保密 但是 那个保密制度 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了 现在是 因为制裁那些要透明 因为美国 其实这个也要多谢美国的制裁 就是 美国制裁的话 你那个银行机构 它是要 就是 被美国佬查的 总之你有做美金交易 其实美国佬的监管 就可以伸手去到你那里 那你说这样行不行 这样是不是长臂元管核 我老实说 我真的不认为这种是长臂元管核 就是为什么我说不是长臂元管核 因为你用他的美元 你用他的游戏 就是你用他的钱 那你跟他的游戏规则走 这个是没办法 就是你这么厉害 就不要用美元 是完全不用美元 行不行 你好像俄罗斯那样 现在完全不用美元 都能生活到 对吧 那你说 香港是不是说 瑞斯立场已经不中立 国际上已经受损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 因为他们最主要都要做美金交易 你不做美金交易的话 其实美国就管不了你的 你一做美金交易 美国就管你 他就是这样 那你用他的货币的话 那他监管你是不是很正常呢 那我认为是 如果你的现实就是 你用数字人民币 举个例子 就是你用数字人民币 你拿去做一些犯法 那国家可不可以管你 我认为国家是一定可以管你的 这个算不算 我认为是不算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我这种看法就是说 你这样是双重标准 一定有人这样说 但我这种看法 我认为不是双重标准的 哈哈哈哈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么 辉人人民币的共同体就说 瑞士山区废 骗徒都利用瑞士这个招牌 那当然 那些空气土 那些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没有打过仗 那个地方 就是那些东西 没什么杀气 哈哈哈哈 但是 这些钱全部都是因为 别人打仗 才塞到他那里 其实就是 瑞士山区废 其实瑞士山区废 其实瑞士山区废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其实我们也要说 这个源头在哪里 2021年 是双重打击 一间就是Green Seal Capital Green Seal Capital 之前我们有节目也介绍过 它就是做供应链的 就是贷款的 那间公司就是格林希尔资本 它就在澳洲和英国的 那么 2021年3月的时候 它就收了皮了 那么 另外 有一间家族办公室 又是那东西 就是Archegos 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 那这间呢 就是彪坑的公司 彪坑呢 就是韩国仔 那 他 中文名字 我不知道是什么 他叫做 松曲坑 他姓王 这个 彪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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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件事搞得如何呢 就是Green Seal Capital和Archegos 那时候已经搞得瑞信有100亿美金的客户资产凍结 接着 还搞得它有55亿美元的交易损失 接着 美国监管机构 这就是 美国监管机构 那 为什么美国监管机构 要咬它 因为美国监管机构呢 就查询 说 你 那些 就是 那些 你申报的文件 在美国申报的文件有什么问题 接着 结果 瑞信呢 它要搞得连报都要延迟发布 就是因为过去两年的报告 和 control procedures 就是 控制的钱的程序 是有重大缺陷 还有呢 就是 那时候讲了的就是管理层 没有设计好和维护好一个有效的风险评估流程 去识 它那个财务报表里面 报错数的风险 那当然 那个 Outreach Corner 他就 说 有办法解决 他有办法解决的 还有 这个问题呢 对2022年 或者前几年的财务业绩 就没有真正的影响 他是这么说的 那其实他做不做到 其实很怀疑 很多人都 现在 当然 就是 投资者当然是担心 看到那间银行这样 是吧 就是你几件事 就是几件一起来 那 所以很难的 那 沙通就说 以前奥地利也是这样的 那 银行户口可以得个号码 没人知道是什么水 那之后 因为要加入欧元区 所以全部户口都要实名制 其实瑞士现在都是要 要有名的 其实现在他们那些都改了 都没办法的 因为 对付恐怖分子 你不改是不行的 那你说 美国这样的长臂元管 有没有问题 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如果 那些人用数字人民币 去做恐怖分子的事情 就是举个例子 不是说现在有 那你说 那国家去管那些人 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一点问题 都没有 我不会双重标准的 我一定要说 就是美国 他对于用美金的人 有一种很严厉的管核 那我不觉得有问题 就是你用人民币的人 都应该受国家严厉的管核 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好了 说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明天 再跟大家见... 不是啊 不是明天啊 说错了 是今晚8点钟 正向报 再跟大家聊天 就是这样 拜拜 打算什么 是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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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